香噴噴鹹酥鸡是不少人宵夜最爱 但庶民小吃居然价格贵爽爽 有网友在外送平台点了900多元的鹹酥鸡 结果拿到手 只有一盒加一袋 盒子还没装满似乎只有一半 让网友傻眼抱怨 是物价涨还是太久没买变太贵 什么贵啊 怎么说 明天还没做多 我是觉得应该差不多点了250左右 打开订单点了鹹酥鸡 鱿鱼鸡皮鸡蛋豆腐半盒 炸肥肠皮蛋鸡屁股 加上运费结账供950多元 原本以为应该很澎湃 没想到料少又超贵 网友回应外送被抽成本来就比较贵 这个价格结账怎么按得下去 900多元可以直接吃餐厅 可能价格不是问题 是分量太少的问题 我本来预计是三个人要吃 可是送来之后只有一个人的分量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我花那么多钱 我到底为什么 被抱怨贵桑桑的鹹酥鸡 在高雄湖内区 当时业者低调不回应 但Google评价一颗心 被反映老是少份量 很好吃看到份量有点疑惑 价格和份量似乎不符消费者期待 900多元的鹹酥鸡 每吃一口都荷包失血 记者财双杰 神军小组高雄报导 合作人onte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